神护法品第十一 耳时天牢地神白佛言 世尊 我从袭来 瞻世鼎礼 无量菩萨摩沃萨 皆是大不可思议 神通智慧 广度众生 世地藏菩萨摩沃萨 于诸菩萨 寺愿深重 世尊 世地藏菩萨 于元福体 有大因缘 如文书 普贤 观音 弥勒 一化身百千身行 度于六道 其愿尚有必尽 世地藏菩萨 教化六道一切众生 所发誓愿结束 于南方亲近之地 于土石如木 做其堪侍 世中农塑化 乃至金银铜铁 做地藏形象 烧香供养 瞻礼赞叹 世人居出 记得十种利益 何等为时 一者土地丰然 二者家宅永安 三者先王升天 四者现存异寿 五者所求遂意 六者无随火灾 七者虚耗辟除 八者杜绝恶梦 九者诸入神户 十者多欲圣因 世尊 未来世中 及现在众生 若能于所处处方面 做如是供养 得如是利益 不白佛言 世尊 未来世中 友善男子善女人 于所处处 由此经典 及菩萨像 世人更能转读经典 供养菩萨 我长日夜 以本神力 卫护世人 乃至水火盗贼 大恨小恨 一切恶事 席皆消灭 佛告煎劳地神 如大神力 诸神少及 何以故 严辅土地 西蒙如护 乃至草木杀石 道马足为 无弥宝贝 从地而有 皆因如历 又常称阳 地藏菩萨 利益之士 如知功德 即以神通 百千倍于 常奉地神 若未来世中 友善男子女人 供养菩萨 及转读世经 但于地藏本愿经 于世修行者 如以本神力 而永护之 不令一切灾害 即不如一世 扎闻于耳 何况令受 非但如 读护世人故 亦有世饭眷属 诸天眷属 永护世人 何故 得如世 自然必尽 出离苦海 正约盘乐 以世之故 得大拥护